這個第一位是黃副總 黃青少黃副總 他在我整個八字來看的話 是排名第三 排名第三 他是去年第一名 對 因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這個八字來講的話 他是這個思考力很強 保養很好的人 可是就怕說今年 本身來想的太多執行力不夠 那反而所以說 可是今年還有走政財 所以我覺得 財運還是穩定的一人 剛剛這第三名 接下來要公布是第二名 陳副總 陳副總 那陳副總來講 他這八字很特別 他是有政財跟偏財 很好 有政財又有偏財 兩個財都有 所以等於是有賺 又可以有存 那明年來講的話 因為明年走的是這個 所謂七沙流年 觀沙年 所以明年可能有 就今年 應該說今年 本身可能會想要在事業上 再做個擴充 可是擴充會壓力比較大 那下半年財運就會比較穩定 比較好 OK 所以這下半年比較旺 對 下半年 接下來剩下第一名跟第四名 我們先不要跟大家這樣 你現在揭曉的是 這是第四名 第四名是誰 是邱總 邱敏寬 邱敏寬 他去年已經第四名了 今年又纏年第四名 為什麼他是八字 就他這個年怎麼過 年才剛開始 敏寬要突破12萬 加油 他今年等於是 辦財神爺 所以增加福氣 福報 我們以後一天發你兩級 好不好 所以這個分數可以增加30分 沒有問題 以他八字來看的話 本身他這個八字 本身是柴很多 可是因為身體太冷 出生在冬天 那年所走這個韌城 又是水龍年 水氣又旺 韌城啊 看不出來他哪裡有韌城文 今年 今年走韌城 水又很旺 所以等於是這個身又太冷 所以說呢 等於講 可能有時候工作上面 就是為了這個 太快的投資 所以反而覺得 投資上面反而這個標的是錯誤 反而財運在這邊有損失 他太衝了 其實真的 跟他們性格有點相似 他比較衝 清兆大哥想比較多 你講的真的很準 他沒有樂觀 沒有辦法撐到今天 我唯一擔心的是 我應該不會再結婚了吧 不會再結婚 今天來講是忙於事業 大概這個工作上面就忙了 老實要結婚四次了 好 所以就不想第一名 就我們文恩了 今天回來